当地时间9月15日 张子怡出席多伦多电影节 与张子怡对谈活动 现场回忆了多部代表作的幕后故事 在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中 张子怡全程以流利的英语作答 还不时玩点小幽默 极度都乐在场的观众 而在想到2000年的卧虎藏龙时 张子怡一度哽咽落泪 直言当年李安没给他拥抱 令他非常伤心 他每天都会给周润发拥抱 给其他演员拥抱 但就是没有拥抱过我 还有传言说李安对我不满意 我很伤心 直到拍摄完之后的聚会 他终于给了我一个拥抱 我就哭了 他说后来我去嘎那电影节 做评委的时候 又一次见到李安和他一起吃饭 还有十米的时候 他就张开了双臂 我又哭了 如今回忆起来张子怡笑颜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小计谋 是他训练新演员的一种方式 让你从来不觉得放松 会让你觉得一直很紧张